大家好,我是Antoni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透视的概念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讲透视的原则 也就是透视的注意点 原则来说很简单 也就八个字 近大远小近时远虚 但真要做好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近大远小 近大远小从字面上来理解 就是离我们近的 看起来就大 离我们远的看起来就小 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消失点 其实事物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距离太远 小到看不清楚 大家平时都有逛街吧 就算不逛街 都有在马路上走过 没有宅在家不出门的嘛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我们所熟悉的街道 我们看到右边的楼房 在画面中才显示了大概11个楼层 却占据了画面高度的绝大部分 那中间的两栋楼应该也不会比这个矮 但是高度却仅仅占了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比例 难道这个是模型吗 当然不是 这也是能住人能办公的高楼 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却是这么短小呢 因为右边的楼房离我们近 中间的这几栋楼离我们远 所以看上去就显得小了 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 当我们站在马路的人行道上 或者望向窗外 掏出一个硬币 或拿起一支笔 或其他手边能拿到的东西 和远处的高楼大厦去比较 在我们看来 硬币是不是比高楼又大得多 甚至一个硬币就能盖住一片街道 难道这是哆啦A们的缩小灯 把街道给缩小了吗 还是硬币太巨大了 当然不是 这正是由于近大远小的原理 使得相比之下 硬币可以遮住高楼 甚至一座大山 我们在路上走 远处的高楼大厦很小很小 但是当我们逐渐和高楼的距离缩小的时候 高楼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最终我们在高楼面前 显得很渺小 我们再来看一看上一节的一张图 为什么两边平行的马路 最终会变成一个三角形 或者上面比较小的梯形 正是因为前方的路段 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以变得越来越小 最终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消失点 一点透视 两点透视 三点透视 都是同一个道理 近的看起来就大 远的看起来就小 近大远小 好理解 近时远虚 或许就有点繁杂了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离我们近的 看起来就清晰 离我们远的 看起来就模糊 还是这个例子 近处的房子 每个楼层都清晰可见 楼层窗户之间的间隔 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到了远处的房子 已经变成灰蒙蒙了一片了 难道说 整个大楼没有窗户吗 当然不是 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所以模糊了 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 太远了 看不清 为什么看不清呢 因为人眼有个对焦的区域 超过这个区域 看东西就会变得模糊 当然了 如果靠的实在是太近了 那也是会变得模糊的 这和人眼的对焦范围有关 还是这张图 我们看这个画面的下方 感觉离我们近 所以马路的纹理 我们看的都比较清楚 路边的植被 也是清晰可见 亮部 暗部 鲜艳的和枯萎的 还是比较清楚的 到了远方 就变得迷迷糊糊 完全看不清楚 路面的纹理 也是模糊一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近时远虚 近时远虚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颜色的对比度 颜色的明度和饱和度 在近处要比在远处要高一点 通俗点来说 就是离我们近的 颜色鲜亮一些 离我们远的 颜色要灰闷闷一些 比如我们来看这个花 远处的花 似乎没有那么鲜艳 也没有那么亮 比近处的花 要灰那么一层 也要暗那么一些 而近处的花 却非常的鲜艳 相比之下 画面也亮了一些 这个也是 绿色的梗 比远处要鲜亮一些 边缘也比较清晰 这就是近时远虚 这两张图 采用的是摄影中 微距拍摄的手法 很好地诠释了 近大远小 近时远虚 这个透视原则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节课 是透视的最后一节课 我们来讲讲 透视在图标上的应用 再见 再见